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央视9月23日报道 我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 目前福建号航母建造稳步推进 已经进入细薄试验阶段 那么,什么是细薄试验? 离入列还远吗? 细薄试验顾名思义就是在西庄的薄卫原地 按照先设备后系统 先小系统后大系统的顺序 一个个启动军舰上的设备 从局部到整体地进行试用 以验证其是否达到设计性能 是否满足相关规定和要求 细薄试验的内容很多 工作量很大 其核心是四机一炉 包括主机、辅机、毛机、舵机和锅炉 这是船舶的生命力所在 同时还需要对其他各种设备逐一进行试验 因为它们是密切相关有机联系的 而福建舰作为我国首艘采用电磁弹射和阻拦系统的航母 在细薄试验中 航母电力系统、电子系统的试验检验调试是重中之重 在船舶建造过程中 细薄试验是在西庄之后的阶段 往后就是航行试验 海试完成后就能够交接入列了 所以003福建号航母离入列并不遥远 预计2023年下旬开始海试 2025年入列 2030年形成战斗力 近期网上流传的003航母系照片 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目前弹射器的弓棚仍尚未拆除 而被拆掉的近防武器系统也还没装回 较明显的进度就是 原本安装在舰岛后部的 向控阵雷达安装基座盖板已经拆除 同时脚手架也已搭建 说明目前福建舰在进行的除了舰内装潢外 最主要的一项西装工作 就是雷达与电子站等相关系统的安装 舰岛窗户遮盖后面的进行工作 应该也与此相关 23日新闻画面显示 辽宁舰甲板上停放着24架歼15 这是公开报道中歼15停放数量最多的一次 也给出了对山东舰和福建舰 载机量的侧面回应 根据之前曾经放出的其他视频 放飞操作一个波次应该是10至12架 山东舰的舰体尺寸和辽宁舰一致 所以36架歼15的搭载量完全是无稽之谈 福建舰搭载歼15B型的数量 也应该是40至48架之间 加上直升机预警机无人机的总载机量 使60架架 而山东舰出屋后 降落甲板上出现了8块奇怪的举形块 而且都分布在拦阻所附近 这些聚安指护板除了可以让拦阻所接头和护板高速摩擦时 不会损伤拦阻所接头 同时略微抬起的护板还可以降低舰载机高速降落 拦阻所被快速拽出时 拦阻所从进到洞的过程中和甲板快速拍打撞击 从而降低拦阻所受命的风险问题 但这里面似乎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彩蛋 辽宁舰服役已经10年了 按照我军立即改进的习惯 早就给辽宁舰加装这种聚安指护板了 但是辽宁舰目前仍没有安装 山东舰早期也没安装 后期却加装了 思来想去或许和舰载机有直接关系 海军现役的舰载机只有歼15 而歼15机身长度超过20米 整机高度超6米 又是侧置独立起落架舱结构 有着一双非常笔直的大长腿 加持其中央升立体气动布局设计 使得拦阻勾长度并不是很长 拦阻所在被快速勾住拽出的过程中 由于拦阻勾是略微朝上勾起拦阻所的 所以拦阻所几乎不会和甲板发生拍打碰撞现象 但是现在山东舰却加装居安指护板 也就说明山东舰虽然现阶段装备的是歼15 但后面肯定要换更先进的舰载机 很可能就是歼35 辽宁舰官方中秋主题海报中 甲板就出现了歼35 9月22日下午 国外某卫星在东北某空军机场 拍摄到了时隔多年再次出现的FC31古鹰2.0战机 再次进行是非的画面 相比之前的是非状态 时隔多年再次出现的古鹰和此前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除了整机喷涂了正式飞行涂装外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机头雷达罩的颜色 从早前的墨黑色变成了白色涂装 而这不仅和此前空军列装过的白头歼11B很是相似 同时也用事实证明了此前歼35女总师赵霞 在接触采访时说过 歼35在从一开始研制的时候就制定了四个型号 这架白头歼35会是空军型的原型机吗 虽然我国已经开始建造综合作战实力更强的弹射型航母 但因为国防政策的不同 我国未来实际装备航母的数量并不会太多 那按照一艘航母装备的歼35数量在60架计算的话 五六艘航母装备的歼35总数也不会超过400架 那么对于包括歼35在内的诸多舰载机而言 要想保持生产线持续运转 除了满足海军装备需求外 就要寻找另外的方案来增加产量 像美国海军虽然11艘航母 装备的舰载机也是F-18战机 但该机仍然广泛出口到更多国家 才维持生产线运转 但歼35现阶段还未出正式装备服役 而且其作为五代引申战机 出口成本肯定不会太便宜 所以短期内其外贸出口市场表现并不会太好 那么对于歼35而言 在海军需求不大 外贸短期内也没可能的情况下 要想稳定持续下去 就要国内更多的消化才行 像海军第一款舰载机 歼15本身就是在歼11B基础上衍生而来 甚至可以和歼11B、歼16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 所以歼15就算暂停生产 也不会影响什么 未来如果有需求 只要歼11B、歼16的生产线仍在运转 歼15就可以快速复产 但歼35却不一样 海军对于舰载机的交付要求 是短期内快速交付一大批 然后过几年 新舰航母后在短期内 批量采购一批 那对于沈飞而言 在完成海军舰载机交付任务后 可以肯定的是 几年后海军还会批量采购一批 但中间的空档时期 如果生产线停摆 势必会造成生产线浪费 而且只专攻舰载机一款机型 很可能会因为总产量过低 而导致入不敷出 对于空军而言 虽然其列装了歼20 但定位于双发重型制空战机 主要作战任务是 制空截击作战 并不参与对地对海攻击作战 现阶段批量交付中的歼10C 歼16两款中重型多用途战机 虽然可以填补歼20对地对海 攻击能力不足的问题 但从长远来看 歼10C和歼16就算性能再先进 后面升级改进出歼10D 歼16C也无法改变 自身不具备隐身的先天劣势 所以对于空军而言 其未来肯定也需要一款 能够执行对地对海攻击作战 且采购和运营成本 相比歼20便宜很多的机型 而歼35恰好符合这些条件 毕竟从实际情况出发 五代战机本身研发难度大 研发成本高 研发周期长 所以军方肯定不会专门为空军 研制一款采购运营成本便宜的 五代多用途战机 来执行对地对海攻击作战任务 而且歼35衍生出空军型 既证明了歼35总师说的 一击多型定位 同时也填补了空军 对地对海五代战机的空白 近日 歼15T弹射型战斗机 是非照片也首次曝光 已经刷上 低可视涂装直等上舰 在海军航空兵发展论坛上 提到我海军航空兵的发展 已经初步完成了从 岸基向舰基的转型 原属于海军航空兵的 岸基飞机放弃 以后海军航空兵部队内 只留下舰载舰航空兵 这样就意味着歼35 也将和歼15一道 进入海军航空兵序列 歼35未来肯定还会有 空军型和外贸出口型 剩下最后一个型号 是华越起飞行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同时 华越起飞行的歼35 未来出口市场也是有的 毕竟有些国家 虽然能够自主建造航母 但只能建造技术难度 较低的华越型航母 所以采购华越型歼35 也就很有可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